一天佛陀带着他的弟子 经过了一个及时贸易的地方 看见一位卖鱼的老人 一边在斗亮这个卖鱼 一边哀叹地说 老天爷呀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你让我的儿子这么早地死掉 如果他还活着 他可以帮我卖鱼 我哪会这么操劳 他这么辛苦 佛陀慈悲地看着这个老人家 轻轻一笑 顺时佛陀的使派 就是雅齿安 产生出五色金黄 五种颜色的金黄 照亮了老人和整个市场 一会儿一头满身臭汇的大桌 一个猪瓦慢慢走过来 身体还躺着尿石和尿 摇摇摇摇摇摆摆摆摆 就是走过了市井 很多年看见他都眼中鼻子 佛陀看着佛陀 所以佛陀呢就也露出了怜悯的微笑 阿赞呢在一会儿呢看到佛陀的行为举止之后呢 感觉佛陀怎么跟佛陀不一样 他非常恭敬的就跟佛陀讲了 慈悲的示尊 刚刚您看到老人家哀怜的怜悯一笑 现在你看到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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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在于这位老人的鱼池 他想想他在西边捕鱼的时候 他让无数无可计数的生命 在他的渔往之下惨遭杀害 也让那些鱼虾家庭破碎 骨肉相宁 但是他不曾因为鱼虾的苦 而生起丝毫的侧颖之心 如今自己的儿子因祸而死 他却愿天奏地 感叹命运对自己如此的不公正 因为这样的因缘而可笑 第二 过去曾经不可风光一世 能够呼风唤雨 来去自如自得意满的飞行间远 今天缺头才在鱼饭的网中 大家知道天上的天人 到了时间再长再长 只要他天不想尽 他也会投人啊 投畜生或者投鱼 所以佛陀看见那些鱼就是天人 投降的鱼 他们无众的狗眼残喘 连性命都自顾不暇 这个前世的天人因为专修空观 空想观 大家知道什么叫空想观 就是修行的时候啊 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 实际上这个空想 是开始学佛的时候 叫你们放下 不要有杂念 但是不是想成了空想的一个观 观是什么 就是我什么都不要 你因为有肉身 你在人间还是应该懂得要有定 所以他就是会完全的空想观 修成了空定 执着了这个想出来的空 所以很多人根本修行 没有师父 打坐啊都很容易出偏差 所以很多人无法归于本心 修行修道不来 他没有归于本心 而且这个驴是得受八十亿四千万劫之久 我告诉你在天上的时间很久 但是呢 他不能让自己的罪恋消灭 所以在福寿用尽的时候 他的定力也跟着消失 还是要受六道轮回果报之后 这是佛陀说的第二 阿难不解的问道 像地色天一样尊贵的天人 他所修的福德如此的广 为何人仍然不能连雨夜暴露 这时候 一一旁那条鱼啊 张得空洞的双眼 好像有所感悟一样 眼睛在这么看着佛陀 佛陀答道 获福其实只是暂时的假象 并不能长久 如果因为今生的互惠 而至得地满 就是自己觉得很高傲 不知道继续要陪福修会 反而逆行暴施 很快的福报就会上进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 当你今天还有福气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用尽 当你今天太太还陪着你 帮你做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欺负他 因为福报会用尽 当你今天还有点钱 你绝对不能浪费 因为你会为自己招来 无数的灾难和罪报 就是因为你把福用尽 就像你们信用卡 用完了你就得借 所以第三个原因 是回忆起 佛陀回忆起 过去佛陀在行徒上到的时候 他曾有一事 身为一位三宝弟子 每逢六灾日 听经文法 经进行道 从来不敢谢 但想一想 佛陀成佛 所以佛陀重庆三宝 平日奉行佛法 行善不倦 所以呢 他的这个蒙佛说法 出家修行 生生世世的奉持不屑 因此和行福慧 日夜争亡 成就无上的道路 为世所尊 所以就叫世尊 我呢 想呢 因为呢 听你们的掌声 我就知道你们对 真正的佛法 你们会 不是太懂的 你们最喜欢我 讲白话佛法 但是你们也要 看看今天这里 有很多 法师啊 还有很多修得好的人啊 对不对啊 你们也照顾照顾他们 我这边讲完之后呢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对你们很有帮助的事情 你们也喜欢 佛陀上在修行的时候呢 有隔壁的一个邻居 他从来不相信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的道路 他不学无助 四处为恶 还供奉鬼神 释放古妹来谈 他这样的 平日一有空间 适合调度 研究作客 自此之后的轮回当中呢 那个佛陀说 我所生之处都是清静的 佛陀 听闻佛法清静修行 全满佛衛 而过去的这位邻居呢 留恋女色 黄淫无度 又不知道孝顺的父母 因此至今今生依旧在三恶道轮回未能出世 听到这里我们要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 你们知道吗 因为这位邻居就是刚刚走过去的 浑身脏得不得了的那个大猪 这个在《六处词经》里面有记载佛陀当年的故事 所以我们修行人有时候要懂得佛法难闻经历闻 佛法就是大鱼王开示八万四千一只众生生病的法难 所以就是对人身体有包括精神上有八万四千的疾病 所以要开八万四千的法难 依佛进行了脱生死不受轮回的教导 学会忠诚无上独体佛